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請各位就開啟一下日期時間函數部分 日期時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會有一個年曆 這個年曆的話它就是要產生 本來是用公式 用Excel的公式產生 就是只要輸入一年的第一天 其他日期就自動產生了 有點像是產生一個年曆的那個感覺 另外的話把禮拜六、禮拜天的顏色填上去 最後當然我們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個自動化 就是年曆有沒有 輸入看哪個年份 比如說2022好了 明年的年曆 按確定的話 這個地方當然我把它輸入之後 就會填到哪裡? 填到這個1月1號的位置 然後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 然後再把禮拜六、禮拜天的顏色填上去 基本上就完成整個年曆的這個動作了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會自動產生 所以你可以清除 清除掉就是每個月 就是剩第一天 如果你要得到是今年的2021好了 按確定一樣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哪一年 就可以自動產生哪一年的基本資料上去 大概是這樣 只是說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還是先大概知道一下有關什麼 我們先簽到Today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上面的格式還蠻妙的 在Excel裡面 這個是基本的格式 年月日 有沒有 可是它基本上是用西月年 但如果說今天我希望把它改成我們習慣的是民國年 另外的話 在西元年日期中間加斜線 可是這邊我如果希望把它改成點 另外的話各位數字要補0的話 後面的瓜福還要再增加這個週期的話 那這個格式該怎麼變 實際上它存在Excel裡面還是這樣子 可是我要把它變成這樣 那怎麼做 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切到日期好了 今天好了 切到Today 那Today部分的話 我們第一個 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地方 假設我要產生 這個 今天的日期的話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插入函數 你可以找到日期時間這邊 當然這裡有個Today 不需要引述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邊基本上就會輸入今天的日期 110年 不過這個格式我把它改回來 它基本上 它預設是會給我們是西元年 可是呢 假如我希望可以改成剛剛各位看到的 民國年有沒有 加上呢 把斜線改成點 然後後面加上週期 各位數字補0的話 這個要怎麼做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除了用那個Today之外 你還可以用另外的函數 叫什麼 叫Now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Now跟Today的結果 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幹嘛兩個 應該可以理解啦 Now的話 多一個什麼 時間部分 也就是說 Today 只會顯示到凌晨的12點而為止 OK 那怎麼知道 到底 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其實第一步 我們先不要格式化 我們把這個格式 預設當然呢 它是用那個日期格式 可是如果我不要用那個日期格式 如果把它改為通用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按確定 通用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日期 通用格式 就是它原始的 日期格式 原始的資料格式 那原始資料格式 你想 為什麼它這邊的話 變成一個數字 那你會發現 Today跟Now 到底有什麼差別 Now多了小數點 其實道理很簡單 我跟各位講一下 實際上 在日期 在ESL裡面 這個數字 所代表的背後意思是什麼 就是 今天如果跟1900年的1月1號相比的話 相差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說 從1900年的1月1號到今天為止 總共經過了44284天 所以一直會增加 明天的話 那就變成44285 多一天 所以它這個一天的話 實際上 在ESL裡面 就等於是1 一個數字 1 OK 所以 如果假設 我們在旁邊 你可以做練習 如果你在這邊 輸入1900年的1月1號的話 Enter 你再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所謂的通用格式 你會發現 按確定 它就變成1了 OK 那你想說 老師 會不會有人很無聊 1990對不對 1900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1895好了 1895的1月1號 如果是這樣日期的話 會怎麼樣 Enter 其實喔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把它 出成個格式的話 改為通用格式 它完全不會理你 為什麼 因為它就把你當文字看大 因為它不覺得它是一個日期 因為在ESL裡面沒有這個日期 它日期的第一天 就1900年1月 因為這個不是拿來當歷史用的啦 所以跟歷史一點有關 所以你打這個日期是不對的 OK喔 對他來說 好第一個喔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會有小數點 那到底很簡單嘛 反正一個小時 在ESL裡面呢 就是1.24 那一定有小數點 所以一直到現在的時間 那就0.85 大概一堆啦 OK喔 所以有小數點 那表示裡面是有時間的部分 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這樣的格式 把原來的格式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民國年的話 怎麼做 第一個 大家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的 也是有版本 是英文版 就沒有這個東西 你不是繁體中文版 就不會有民國年這個東西 所以之前有同學 他的版本 剛好就不是繁體中文版 所以他找不到這個東西 OK喔 所以呢 你如果是繁體中文 像我們這個有 就中華民國禮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民國年 然後呢 中間是0 斜線把它改成點的話 可是好像沒有改成點 那怎麼辦 沒關係 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有些格式不存在 沒關係 你可以用自訂的 也就是你可以找個接近的 接下來按個自訂 然後呢 你可以所動怎麼樣 把這個斜線改成點 斜線改成點 有沒有看到 上面就變點 第二的話 如果各位數字 比如說3月變03的話 那怎麼做 m的話 加一個什麼 mm就可以了 那如果日期 各位數字要補0的話 那就滴滴就好 OK 然後呢 另外的話 我希望在後面刮弧 然後加上週期的話 很簡單 你就打什麼 A A A 3個A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星期期的話 那你就4個A OK 那當然3個A就好 按確定 這樣我們就完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剛那個日期 有沒有 改成自訂 然後呢 這邊的話 記得用那個 民國年 找個接近的 來改就可以 OK 那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改完之後的話 就會出現 我們要的格式啦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來 不過可能我同學問說 老師 你為什麼知道週期 它是AAA 其實這樣很簡單嘛 我是怎麼知道的 你可以按什麼 日期 裡面不是有 我們把它改回 那個什麼 西地 那西地裡面的話 就有什麼 週期對不對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週期 這個背後的公式是什麼的話 因為它格式也是有公式的喔 那你就直接怎麼 把它切到自訂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邊喔 從中瓜湖後面 再到分號前面 就是我們要的規則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如說 你要的格式不存在 它是分在不同很多的格式裡面 沒關係 你就是找 然後把它拼出來 就會跳出你要的這個格式設定 OK 這個地方第一個 那第二個 如果我想凸顯什麼 Now跟Today的不一樣 我後面希望 在Now後面加現在的時間 怎麼做 按右鍵有沒有 儲存的格式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切到日期 找一個 比如說像這個好了 下午幾點幾分 OK這個格式 那我一樣怎麼樣 把它自訂 然後呢 把這個格式 的中瓜湖後面 到分號的前面 這一段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放到Now 其實當然 如果兩個都放的話 如果兩個都放 其實我們主要是凸顯Now 那你可以在這個公式 後面呢 後瓜湖跟分號的中間有沒有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空一格貼上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是Today的話 有沒有 它只到什麼呢 0乘12點為止 有沒有 它就是整數了 那 Now的話呢 它又會多什麼 多那個時間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第一個啦 我們是拿那個 綜合練習的這個格式 如果它是Today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是比較 Today跟Now之間的差異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 希望把它變更格式 主要是利用自訂 所以喔 如果以後你想要拼湊 任何格式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最後我是覺得啦 這個Today後面不要時間 所以你可以怎麼 再把它切到自訂 然後把剛剛這個地方 這些東西 Delete掉 按個確定 讓它恢復 這個是Today 這個是Now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